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周邊的二年版、三年版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 走路約25分鐘的路程 當然也可以選擇從七元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國寶八版陳設 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元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13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有30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寄棟灶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另外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凸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五台 高約13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與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的場所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五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 大家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知名建築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16世紀建造 高14公尺 緩10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三百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景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然後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鮑布推薦一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蒼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 茶店 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建物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覺得地面還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位於京都宇治平等院的國寶鳳凰堂 就是日幣石原上的那棟建築物 與附近的國寶宇治上神社 皆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家就來探訪這兩個具有歷史的建築 吃個宇治抹茶甜點 散散步來場精彩的半日遊吧 宇治是位於京都市的東南邊 距離京都車站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 人口約18萬人 以平等院以及宇治抹茶聞名 平等院於西元1052年 由設政官拜太政大臣藤原賴通 將其附近的別莊改建成寺院 國寶鳳凰堂在隔年的1053年建造完成 鳳凰堂原本被稱為阿彌陀堂 將近一千年來幸運地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西元1951年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隻鳳凰 寶寶距離有點遠所以拍不到 因為這兩隻鳳凰讓阿彌陀堂 在江戶初期的時候被大家稱為鳳凰堂 能夠襯托出鳳凰堂的美感的最大工程 就是比平安時代完成的最古老的史基名勝 平等院庭院 春天的時候會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另外平等院的觀音堂 以及養靈安書院 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鳳凰館內收藏很多國寶以及重要文物 非常值得一看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路約十分鐘的路程 就是我們另一個國寶建築 與至上神社 本店與平安時代後期 距近約九百到一千年前完成 是現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殿 建立於蓮倉時代前期 距近八百多年前完成 雖然與至上神社 比較及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以為歷史的重要性 讓這兩兜建築於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以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很推薦大家來拜訪 羽制茶相信大家都聽過吧 既然來到了這裡就來嘗嘗茶跟甜點囉 中村藤吉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唸一百六十年的店 雖然銀座也有分店 但在羽制本地吃到餐更有特色吧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羽制本店限定的馬路透巴菲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參道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建議早上八點的時候來這邊吃早餐 等平等院開門的時候可以直接走去拜訪 東大四維奈良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 以及星福寺 皆位於奈良公園內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散散步跟路打聲招呼 或是在商店街吃個點心 來上精彩的半日遊吧 東大四維西元728年興建 距今已有1200年的歷史 境內有八處建築於昭和以及平成年間 被指定為國寶 那我們來挑幾個國寶建築 順便簡單的介紹歷史吧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建築 應該是東大四的國寶大佛殿 以及其內部的大佛吧 大佛殿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7公尺 升50公尺 建築原本於西元751年左右完成 但由於平安末期 跟市體末期的火災損毀 現存的大佛殿是西元1709年建造完成 內部的國寶大佛約15公尺高 是西元743年 由聖武天皇打算借助佛祖 來穩定當時政治 而下昭建造盧神納佛 第17年而完成 大佛旁邊的重要文化財 虛空葬菩薩的坐像 以及如一輪觀音菩薩的坐像 介於1752年完成 國寶南大門應該是大家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於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1199年 由重元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25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封寺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1180年完成 但也因戰火二次損毀 後於1669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2005年被指定為國寶 跟清水寺本堂一樣 二月堂也有一個木造的舞台 可以觀賞奈良的景色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 是距今1300年前 奈良建都之時 由磁城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翁垂明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於風 聽說五翁垂明是騎著一頭白鹿 從磁城縣鹿島神宮來奈良的 所以自古以來鹿就是成為神的四重 而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是全國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也有1300年歷史的新福寺的境內 有四棟國寶建築 非常值得拜訪 國寶五重塔是代表奈良的地標之一 原本於西元730年由光明皇后所建 現存的塔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於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蓮倉平安時代所建造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內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甜點百名店中古堂 特色就是職人現場高速倒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鮑伯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加上甜甜的紅豆真的很好吃 鮑伯在加碼推薦另外一家甜點店 食べ樂具也有3.67分的高品價 加電賣很多台灣茶 大家可以試試看用茶製作的剉冰味道如何喔 國寶松本城黑白相間的設計 與護城河的倒影是松本城的最大特色 白天晚上都很有美感 國寶就開製學校是明治維新期間最早創意的現代小學之一 代表日本現代教育的黎明 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松本城位於長野縣的松本市 距離行速約兩個半小時 是一個人口約有20萬人 好山好水的都市 松本城跟舊開製學校 離松本城岸走路約20-15分鐘左右 這兩個國寶就在隔壁 所以可以一起安排進行程中 松本城又被稱為巫城 始於約500年前戰國時代 永鎮年間建造了森智城 1590年 封城秀即將德川家移封到關東 松本一帝則改封石川蜀鎮 而後興建天守、陳鍋和陳夏丁 而有了現在松本城的規模 隨後松本城一主多次 在經歷了23個城主的統治之下 直到西元1871年 明治時代實施廢凡自憲令 松本城也被廢掉 在1872年 由日本長野縣議員四川亮造 買下之後也避免遭解體分售的危機 松本城最知名的建築天守閣 是日本現存五重六階的天守閣中最古老的 建立於距今約三到四百年前 天守群總共五個建築於西元1592年 被指定為國寶 除了從外面看這些建築以外 也可以進到天守閣裡面參觀 天守閣總共分為六層樓 建築方式為成塔形 就是由巷至上 逐漸變窄的樓層 每一層都有一些歷史文物 比方說假咒以及槍炮等等的 最頂層樓可以由上往下觀看護城河 松本市 以及遠方的北阿爾卑士山脈 新礦神怡 另外 是包博最喜歡的地方 是古代時候又有一個觀賞月亮的地方 可惜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這裡賞月 雖然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天守內部 但松本城夜晚有一部分開放 可以近距離觀賞夜晚打光的天守 在春天櫻花開放的時候 還可以夜晚進到本王玉電機賞夜鷹 距離松本城公園走路約10分鐘 可以抵達舊開智學校 於令和元年9月30日 正式指定為國寶 明治5年9月4日 明治政府頒布學制 在全國各地新辦習史教育 舊開智學校校設始於明治9年4月22日 落成其用 建築外棺材合陽混合 由日本建築師歷史青蟲所設計 就當時而言是屬於非常具有規模的學校 被稱為廣大華麗 地方無比 建築內部存放了不少當時使用的 課本等等的文物以及照片 也有重現當初教師的模樣 大家可以體會這100多年來日本教育的變化 松本不是很大的城市 但很多景點跟咖啡店、餐廳可以拜訪 這裡鮑勃介紹一家餐廳跟一家咖啡店 讓大家更喜歡松本吧 沖縄為央尺百名店 於西元1933年創業 已經將近90個年頭 店內非常具有昭和風味 提供的餐點種類還滿多的 鮑勃點的BORUGA RICE 是蛋包飯、炸雞排以及香雅飯的組合 價格為1500日幣 價格合理而且好吃 甜點布丁的擺盤也非常可愛 咖啡美學阿杯是一家1957年開業的吃茶店 是松本吃茶文化的先鋒為家族經營 現在已經傳承到了二代目及三代目 店內狀況十分有懷舊感 蛋糕跟飲料種類非常多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車站附近 如果距離開松本還有點時間 不妨來咖啡美學阿杯、喝杯咖啡 吃個甜點好好享受在松本的最後一小時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來看看 也請訂閱 我們來看見